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武统前总秘书安努杨穆莎 最近高调宣布加入伊斯兰党 在周选前夕 结束了他半年以来 无党籍的自由人身份 作为伊斯兰党的新人 他昨天晚上在吉兰滩哥达巴鲁 出席伊斯兰党讲座之后 在回答媒体记者问题的时候就说 他在来临的周选会不会上阵呢 安努杨说他并不是为了上阵 才加入伊斯兰党的 他的使命是为了要捍卫伊斯兰 和捍卫马来人 何况他在伊斯兰党里头资历尚浅 应该要把机会让给别人 只要确保乌统赢不了 他认为那就OK了 他呼吁伊斯兰党的领导层 在来临的周选当中 只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委派他出征 除此之外 安努亚还表示乌统不得人心 有200万人已经离开乌统了 针对这一点 马六甲首长阿多拉乌夫 今天出来反驳 他就想提醒他这位大哥 安努亚穆沙 就算想说一些挑衅的话 也必须先用好一点的计算机 来做数学题 吴统有330万党员 要是有200万人真的离开了 那么岂不是全国四分之三的区步 全部都要解散了吗 他表示 过去10年已经有200万党员离乌统而去 而今天的乌统 只是在照顾某个派系的利益 还忙着为民主行动党洗白 当火箭的清洁工人 针对这番言论 马六甲州首长兼乌统最高理事 阿多拉乌夫并不同意 他以刚刚结束的乌统大会为例 强调党员的反应远远的比之前更好 他还提醒这名昔日战友 在发言之前先把数学算好